字幕君 李宗盛 大家订阅了我们的频道吗? 如果未就要快点按这个按键吧! 一集和大家看过店多到走不完的东京车站 还有一间平民界的烤牛里专门店 如果还未看的朋友可以先去看这条影片 今天我们就会去到夏北閘 其实我自己都挺喜欢这个地方 因为它跟吉祥寺很近 都是一些日本人平时会去行跨客的小区 其实如果由新宿或厮谷出发 搭小田急线或京王井之头线 就可以直搭夏北閘 过程都挺方便的 今天一早来到夏北閘 是想试试这道很有名的牛肉三文治 之前我只看到的照片已经很期待 它是两块包中夹夹着很多烤到半熟的牛柳粒 一看样子就知道很汁很好吃 平时Stabler通常都带牌长龙的 所以今天我们打算早点去碰一下运气 谁知道到门口已经开始有人陆续排队 加上当时只是刚刚开始午饭 我们一定要等很久 看过街上好像又不太方便买外卖 站在这里吃 所以我们就立刻决定转战它的二号分店 其实它的二号分店 就在夏北閘的新地标Reload 里面 它离它原本的店铺大概是700分钟路程 虽然Reload整个建筑物外面都很简约 用了纯白色的设计 但Stabler里面完全是另一个风格 Stabler的原祖店本身只有几个位 所以预早去到一定要等位 但来到这家二号分店门面就大很多 我们来到完全不需要排队 这里的牛扒三文字分Single和Double两种 Double的话当然肉量是双倍 如果不吃牛的话 这里也有素食的选择 而且可以留意一下有些口味是二号分店的限定 Stabler其实是一个美国的服饰品牌 这间餐厅是他们旗下的咖啡店 店里面是走美式的復古路线 用了很多怀旧的玩具来做装饰 我们就叫了Double 一个女孩有可能吃不完一整份 因为份量真的很大 里面的牛肉烤得刚好 很有肉汁 如果你是吃肉瘦的话 就一定会觉得很满足 但是这里的冰咖啡就完全不需要试了 没想过一间美式的咖啡店 咖啡会做得这么差 如果要我形容 就只是一杯有少少咖啡味的水 可能来到这里也是喝啤酒稳较 随着小田急铁路的小田圆线地下化 这段原本全长1.7公里的路段 已经重新开发 改建了做一个全新的景点 叫做下北线路街 我们今天去的Reload 就是其中一个新起的复合设施 Reload是2021年6月16日才正式开业 起初它只有10间店 但现在已经增加到24间了 我去了其中一间文具店 里面有很多店精选的 有趣的造型日用品或雜货 还有很多很漂亮的次售化妆袋 和布袋之类的布製品 他们用了不同的动物做主题 我也忍不住买了个厚金包 这间店是纯素饮食概念的咖啡店了 店里面的产品全部都是用植物性原材料製造 没有使用到鸡蛋、牛奶、牛油或蜂蜜 这些动物性原料 例如是会用椰子油去取代牛奶和奶油 即使是容易食物过问的人都可以吃 这间店是香味专门店 客人可以即常闻到40款不同的香味 再去选择自己合适的产品 例如像香芬蠟燭、蒸油或鲜香 这里的产品由生产调制到包装 所有步骤都在日本千叶的工作室完成 Veload 流高冷层 总共有24间店铺 每间店铺都连接着户外的空间 而且铺与铺之间有不少休戏的位置 很适合在这里坐下或散步 在这里坐下或散步 在这里坐下或散步 因为我们今天是星期日来 所以下北站周围都有很多小型的市集 好像我们一出到Veload 对面街已经是一个古着的市集 这个市集是代官生的real side coffee and vintage 搞的古着市集 除了集合了很多小型的古着店 也有不少美食餐车 还有安排音乐人表演 餐车旁边放了不少露营桌椅 大家买完食物就可以坐下听音乐吃东西 感觉挺舒服的 这个对着舞台的人造草地上 放了多拉A梦里面的三条水管 看到这个设定真的很有日本的感觉 然后我们向车站方向走 就来到另一个下北站的新地标MECAN 它是一个浓缩下北站文化和美食的设施 来远见到很多货贵外形的店铺就是这里 MECAN是来自日文的未完 即未完成的意思 因为这里除了商场之外 还是一个共享办公室 以此是每个人都可以做新的实验或挑战 所以就用了未完成这个概念 MECAN分了A至E五个街区 A区主要是多国菜的餐厅 例如好像有韩国、台湾、泰国、越南这些多国菜 B区主要是新创企业的办公室 C区是一个单车停车场 B区有不同的咖啡店、酒吧或汉堡店等等 E区是一些零售店或创造空间 artık Mekan裡面還有大家很熟悉的鳥屋書店 它這裡的特色是擁有整個下北集最大型的漫畫區 而且它不只是一般普通的書店 它還有一個公共辦公空間 雖然說是辦公的空間 但其實更加像一間咖啡店或者閱讀的空間 這裡跟回時間收費 而費用裡面已經包了飲品和點心 如果在鳥屋書店裡面選擇一本喜歡的書或者雜誌 再去咖啡空間那裡坐下看看也是不錯的 不知道它應該要更加好 大家的時間 отс21 005 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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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035 0035 0035 0036 0035 0035 0031 0035 0035 0035 001235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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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00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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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8 00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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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之後日本其中一個新常態就是大部分零售店 都要用自助付款的方式減少接觸 所以未来会去日本的朋友 可能都要留意一下自助付款机的使用方法 因为现在连便利店都要自己付钱 虽然Flippers在香港已经有分店 大家可能已经觉得没什么特别 但其实Flippers的第一间店是在夏北閘开的 他们主打是口感松远的梳芙里Pancake 如果大家经过的话都可以来试试东京的元祖店 我们都准备出发去找另一间餐厅吃食物 但因为今天夏北閘这条片比较长 所以我们会分开上下两集出 下一集我们会和大家去一间好像森林小屋的咖啡店 还有很多很有质感的雜货屋 当然不少还有夏北閘最出名的汤咖喱 大家想继续看到我们的旅游影片的话 就要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啦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分享 可以给个like支持一下我们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和我们聊聊天 我们下集再见啦 拜拜